中天綜合台申請了營運計劃變更 規劃播出早中晚三節新聞 跟一個政論節目 不過遭到NCC已不符合 去年底換照時營運計劃為要求 以及南方大股東介入新聞直播為理由 決於來駁回這項變更案 不過對此中天新聞向全台灣人民來報告 號稱維護民眾收視權益的NCC 再次否決了中天新聞在電視頻道 為全台灣民眾發聲 跟監督政府的機會 NCC可以向蔡總統報告 又完成了一次政治任務 東廠依舊在被鉛制新聞自由 被鉛制言論自由的滋味 也不會只有中天之道 中天善盡媒體第四權的責任 不屈從政治權勢 堅持監督力量在中天 將跟全台灣人民站在一塊 永不退縮 東廠依舊在繼續殺中天 中天綜合台 那麼申請變更營運計劃 想要增播早中晚的三節新聞 加上一個政論節目 結果不意外的又被這個東廠政府封殺了 但是問題是 像三立八大都可以來去變更 為什麼中天不行 說白了 民進黨政府就是在打 鄭南龍的耳光 鄭南龍是民進黨的神主牌 他堅持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但是交到民進黨手中之後就是 順我者播逆我者官 就這麼簡單 只要說你民進黨政府喜歡聽的聲音 三明治隨便你搞 隨便你播 隨便你放 他無所謂 通通準 但是只要是 我們的這個東廠政府不想要聽到的聲音 像中天 他就全力的打壓 全力的封殺 這是哪門子的 尊重言論自由的政府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進黨的墮落 從這幾年 可以看到那種 像中力加速度一樣的一個 拒數的墮落 他的幾個神主牌已經全部丟光光了 包括 像鄭南龍的言論自由 包括像林義雄過去不斷的暢言的公投 甚至包括 民進黨一概主張的台獨 但是民進黨現在全部把他 神主牌全部燒光光丟光光 這個東廠政府 已經是無法無天道的旗幟 人民的覺醒 中天的繼續努力 才是我們能夠監督制衡 節制這個濫權政府的 最大的屏障 中天加油 我們還是繼續用各種方式 來支持監督政府的媒體 我們一起來為台灣的民主制衡 共同努力 我想對於中天綜合台被駁回 的這件事情 我想說的是 看好了全世界 台灣只示範一次 如何一而再再而三的 官免堂皇 扼殺我們所有的言論自由 古有我們分書坑奴 現有關中天 關新聞 我們NGC 現在用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還有用這樣子的審查模式 來否決了綜合台的一個營運 甚至是希望他們的營運模式來改變 就是希望中天在我們的傳統電視節目 不要再有任何的政治評論 以及新聞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其他的新聞台 甚至是其他的節目 也都有一些綜藝節目 戲劇節目穿插一些民生新聞的案例 的參考 可是為什麼偏偏就是中天不行 我想這就是一個政府害怕 多一個媒體監督它 我們非常非常的不持這樣子的行為 我們還是再一次的強調 再怎麼討厭 都不能讓別人閉嘴 才是我們真正的言論自若 大家也要知道 我們什麼叫做所謂的大股東介入營運 我們從以往關閉中天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請NCC 請你找出直接的證據證明 我們的中天新聞 是一定有被中資介入 大股東介入 來導致它的新聞媒體播報不實 或者是播報非常非常的親中 都可以 但是你沒有任何的證據 就關閉了新聞台 現在也用一個莫須有 冠冕堂皇的理由 讓人可以聯想到親中 來否決別人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綜合台 能夠播報戲劇以外 新聞 民生 政論節目 你就是害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台灣再一次向全世界 示範了一而再再而再 二殺言論之勇 我們也呼籲這樣子的政府 你擋得了一時擋不了一時 所有的民眾都看在眼裡 你們的行為 總有一天會吃十二苦 就還是先吃十二苦 你第一次看 你不必會 現在的話 我不是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